遇到塞车大家都很无奈吧 如果塞车的时候你的车能够原地张开翅膀腾空飞起 这么科幻的场景其实离我们不远了 因为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研发飞天车 所谓飞天车的意思是它可以原地的垂直起降 所以它是不需要跑道的 再者飞天车它会使用自动导航系统 再搭配混合燃料减少化石原料的使用 而且它这个折叠的机翼在平常看起来像一部车子 飞上天空的时候才把翅膀张开来 将来飞天车不只用来当作计程车载客 它可以运用的范围很广 像是快递 物流 消防 救护 或者是农业使用以及医疗援助等等 都会大幅提高飞天车的使用效能 一台飞天车有如直升机般垂直升空 吸引不少路人驻足并抬头仰望 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旅航者 X2是我们小鹏惠天的早期的一个产品 它是我们的一个迭代产品 我们这款产品是最后不会对外出售的 它只是我们验证技术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款产品它目前它的技术参数是 可以飞25分钟 然后时速可以达到130公里每小时 中国大陆知名电动车品牌 打造了这款长相特殊的飞行车 采用碳纤维结构和封闭式座舱 可在两名乘客而且靠电力驱动 三小时就可以充满电 行驶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碳排放 而且还十分好上手 我们这款飞行器可以自动驾驶 也可以手动驾驶 就是它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一个初学者可能来的话 有个一个小时左右的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培训 就可以简单对我们的飞行器 一个控制 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是不需要 它去做一个操控的 所以它就摒弃了传统航空器的一个难点 因为传统航空器它需要通过大量的时间 去识操 去学习 所以我们这款飞行器的优势是在这里 虽然这款飞行车2022年 就曾在杜拜等城市 以及海域 沙漠 江河等多种地点试飞过 但这是它第一次在北京试飞 工程师指出飞行车目的是 可以用于未来城市的低空飞行 可满足城市内短程移动需求 还能使用于野外救援 医疗运输等场景 也许不久的将来 飞行车真的能成为大众所熟悉的交通工具之一 大家新闻 两晚编译